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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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我错了 没关系 我们都没有怪你 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 否则你得发现了就麻烦了 好 姑姑你快走吧 不用管我 我没事 我明日再来看你 那个人离开之后 白真一改往日活泼爱玩的性子 做事认真有序 闲暇也会替人看病 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他 天族 之夜还是坚持着每日给月老做饭 这一本菜图 他也做得所剩无几了 喂 我明日可以见到月老了吧 或许吧 你说什么 你少我玩吗 什么叫或许 你给我说清楚 你这么着急见月老 是想让他给你牵红线吗 切 我要喜欢什么人 还用他牵红线 我就是想看看因缘术 等了四百年 只为了看一眼因缘术 你倒是有耐心 所以说啊 看在我这么有耐心的份上 你赶紧帮我和月老说说好话 让他见见我 罢了罢了 今日就给你这小丫头行个方便 免得你踏日说我光吃你的饭不干活 你说什么 我做的饭全让你给吃了 你一口也没给月老吃 等就是拿来送我的 还让我送给别人吗 智月震撼又激动 是吗 此人就是月老 不会吧 你真的是月老 如假包换 智月不敢相信 月老竟然如此的年轻 而且 而且还这么帅 就是有点可恶 他竟然一直骗他做饭 还要日日三菜一汤 既然你就是月老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可没骗你 你也没问我啊 不是吗 没见过你这样的月老 骗吃骗喝的 姻人数还看不看了 过时不后 看看看 智月跟着月老跑了进去 这宅子原来里面这么大的 而且有一个屋子里摆满了吃的 各式个样 你为何买那么多吃的又不吃 那可不是我买的 是人界供奉的 人类总喜欢求姻缘 我这屋子都对不下了 吃了几万年总是吃这些 我早吃腻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智月看了一眼姻缘数 这上面的红声也未免太多了吧 他得找到什么时候去啊 这么多绳子 我怎么找我想看的 说吧 何人 青秋白针 月老掐指算了算 叹了叹气又摇了摇头 智月担心不已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难道他够得不幸 此人一生倒是不缺追求者 不过他真正心中所想 就有些坎坷了 生离死别更是家常便饭 那我呢 他和我如何 命里有时中虚有 命里无时莫抢求 天下情郎之都少 莫做吃女欲抢求 什么意思 说人话 我说过了 他已经心有所属 且不会改变 你若是直接与他在一起 怕是落得个伤人伤己的结局 却你还是尽早醒悟 那他心里那个人如何 现在何处 只剩一息尚存 你说什么 怎么会只有一息尚存 那个人很厉害的 谁伤了他 那尚存的一息 也全属意外 多得不便以你透露 天机不可泄露 你回去吧 该告诉你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 不是 我等了你四百年 又给你做了一个月的饭 你就这样几句话把我打发了 你要问的不都已经问过了吗 还有问题 倒是也没有 既然你是月老 你帮我把我和白珍的红线质量弄好点 重新揭一根行不行 这红绳我只负责看管 可不是我签的 你以为是建房子吗 还给你弄的牢固点 那红绳是自己瞎签的 自然不是 红绳是否揭示 只关乎于红绳两端的主人 是否真心相依 感情越真挚 红绳就越牢固 只热对于这个答案一定也不满意 本来还想走个后门 跟白珍牵个红线 哪知道什么也没问到 说了跟没说一样 小丫头 你可还有问题 没有了 那就回去吧 明日就不必来了 这些日子我累了 得冬眠一阵子了 只热刚离开 月老就吐了一口血 这么多年来 他的含血症也没有治愈 孟婆打了一碗汤给自己喝 不过确实一直不自一罢了 这汤能超度别人 却不能令他自己忘记 主人 菜已经做好了 可以吃饭了 走吧 你也陪我吃一点 孟婆并不需要吃饭 只是为了体验人类的生活 他还是时不时的会吃个几顿饭 今日他突然觉得心情沉闷 做什么都没劲 主人 你看起来不太好 赏心 五百年了 你还爱他吗 人世间的感情太过复杂 我不明白 凡人再生的感情 转瞬即逝 神仙为何不可以 正因为神仙的生命无穷无尽 所以拥有的记忆也无穷无尽 因为忘不了 所以还爱 记忆 真的那么难忘吗 孟婆没有再问扫心 自己独自喝了半盘子 他都忘记了是哪一年的事了 那一年他还不是孟婆 在人间开了个酒馆 因为他长相妖美 所以总是客人不断 老板娘 你这酒馆为何不换到街上去 在这深山老林的 可不吸引人啊 酒香不怕巷子深 而且 我开这酒馆 可不是为了盈利 不是为了盈利 莫非是为了等我 你说是就是吧 开酒 开最为的酒 你陪我喝一杯 好 你这样说了 那我一定要陪你喝一杯了 孟婆开了一坛子好酒 坐在一桌男人堆里 众人一直喝到了深夜 孟婆生来是个极其厌恶孤独的人 所以他开了这酒馆 可他又不愿讲酒 所以他将酒馆远离闹市 只想等待那个有缘之人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